蔡閨姐妳平常聽說 用手機也是用蠻兇的 不是用很兇 而是很長的時間 那就是很兇 沒有 我都是晚上要睡覺之前 老公睡著了 然後我就開始躲在棉被裡面 看手機 妳一直看 好啦 我承認我自己 每天大概都是七個多鐘頭 開車手機要看導航 然後妳社交有障礙的時候 也要滑手機 就是妳在電梯裡面 不想跟別人交談的時候 妳也要滑手機 然後坐下來吃飯前等餐 妳也要滑手機 妳有太多理由可以滑手機 而且我每天要回 那麼多詐騙集團的檢訓 對 真的 對 所以我覺得一天超過八小時 應該是現代人很基本的配備 我覺得 我有一天最高紀錄 我一看手機是 這個小孩怎麼了 因為我那天就一個人單身 然後很高興 一直滑 一直滑 然後晚上就這樣 哇 我花了15個小時在用手機 15個小時很久 對 好久 後來就會覺得有點恐怖 才恐怖而已 我看到眼睛快要滑湯了 好像壓力很重 眼壓過 看久也是會眼壓過高是不是 其實看久不會真的造成眼壓過高 但是其實妳就是像 在重訓的人一樣 一直不斷地用力 妳要看鏡要對焦是要用力的 所以妳如果一整天都在重訓 會不會累 當然會累 那我就受傷了 是啊 所以妳如果看手機 這麼近再看一整天下來 不用一整天 看兩三個小時 就已經開始會很疲勞了 所以這是因為眼睛的結狀肌 已經非常沒辦法負荷 造成的不舒服 不是眼壓變高 所以按這邊都痛得要死 對啊 會這樣沒有錯 有時候眼睛疲勞 妳會嗎 我會啊 怎麼不會 我還看到變成飛蚊症了 本來沒有眼睛 飛蚊症是會這樣子看來的嗎 對啊 飛蚊症其實主要還是 當然就是說 看得多的話 因為近視比較深 會更容易發生 其實我 我連腦花眼都沒有的人 變成飛蚊症了 都跑不來了 我也有飛蚊症 是喔 對啊 因為高度近視比較容易發生 可能蔡君姐 我好像也有 Google的時候 沒有Google到這一題 謝謝